对待这种女人 就得捉贼拿脏 捉奸拿霜 咋拿 我有办法 谁啊 我是别院的宝来 收等 王先生 少奶奶找你有事 请你过去一下 现在 对 出什么事了这么着急 这个她没说 她只是说事情比较重要 她一个人决定不了 务必请王先生过去看看 我穿这件衣服 你带路 好 来 王先生 这边请 王先生 里边请 王先生 请坐 先喝杯茶水 少奶奶让我在这里等了吗 是啊 他喝春汐 马上就过来 请喝茶 那我去请少奶奶 说嘛 那 我家下贴 vino 如果要家贴 你肯定接受 打电视剩 要不要カンタ yep 走 进来 李太 懂我 现在 是啊 她说想起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 必须马上告诉你 什么事啊 这个她没说 只是说不能耽误 请她进来吧 她说太晚了 不方便进别院 所以请少奶奶 一步到外面去 春信呢 春信姐姐已经睡了 我陪你去吧 行吧 少奶奶请 少奶奶 里边请 她在里面呢 少奶奶 您里边请 少奶奶 您里边请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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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呢 开门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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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炖了点炖品 准备趁个热给大嫂送过去 准备趁个热给大嫂送过去 我没想到 没想到 我竟然 我竟然遇到他们两个 我踹门进去的时候 这俩还抱在一块呢 周英 周英 你有什么话说 我和王世君清清白白 这是吴卫霜和柳氏故意陷害 目的就是要侵吞三原点大行 好 那你说说 他们怎么陷害你 他们买通宝来 先把王世君约到偏房下了药 再把我骗到偏房 待我进门之后 就大喊捉奸 宝来 宝来是谁啊 吴平生前的小厮 那你的意思 宝来也参与了陷害 把他叫来堆滞 算了吧 这么难堪的事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这要是传出去 咱们东院的名声可就完了 前上讯下一阴五阳 一阴五阳 大嫂 这是一批够挂呀 老四 大嫂 啥意思 阴掌阳衰 无孔无辱 这欲视着 女人使这个家衰亡啊 大嫂 不祥之兆啊 对嘛 说的就是这个女人 听说是跟她说烦的 怎么了 进来 去吧去吧 去吧去吧 听说呀 那天晚上 被我夫人 亲眼看见了 老爷 夫人 宝来 你说 今天晚上 到底怎么回事啊 说 今晚 今晚怎么了 我不知道啊 宝来 今天晚上 明明是你说南业三叔找我有事 是你把我带到那个房间的 少奶奶 我今天晚上一直在别院留夜 我只看到你出了别院 其他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你不说实话你 你说 有事到底给了你多少钱 少奶奶 你以前那些事啊 我们能隐瞒的 都替你隐瞒了 可是今天老爷夫人都在 我可不敢撒谎啊 以前的事 什么事儿 什么事儿 宝来 你快说 宝来 你说 还有什么事 就是 少爷死后 有一天晚上 有个男的 从少奶奶房里跑出来 被发现之后 翻墙跑了 有这事儿 这事儿我都知道 他 那个男的是谁 那个男的 我倒是记得特别清楚 就是他 是吗 那天啊 福来和春信都在 您可以问他们 娘 那天晚上那个男人 他 他的确是个贼 但绝对不是王世君 绝对不是啊 二叔 二叔 你去那偏方 一看就知道了 那门 虽然被吴魏霜给踢坏了 但能看得出来 是让人从外面给扣上的 那门是我扣上的 我看到你们两个人 当时在一块儿 我怕你们跑了 我就把门给扣了 周燕 原来你和王世君 娘 你乱的 如果我和王世君 真有奸情 那老爷怎么会在出事之前 拜托王世君来照顾我 又怎么会委托王世君 来转教市议堂大印呢 那是大哥被你蒙骗了 这老爷是什么人 我一个丫头骗子 骗得了他 谁能证明是大哥 委托王世军照顾你啊 这是一堂大印 还不能证明吗 这是一堂大印 分明就是王世军偷的 假托大哥之名 交给你的 对对对 假借大哥之名 对我们直手画脚 我呸你 满嘴喷粪 我可是有证人证据 什么证人证据 来人 把三元典当行的孙长给请来 夫人 那王世军曾经拿着一方艳台 到三元典当行典当 因为这艳台十分地名贵 显而易见不是他所有之物 因此我就对他多了几分注意 夫人 老爷派人送来了这个 这是给永梅准备的 放书房里 这是物品书房里的眼袋 这是物品书房里的眼袋 王世军的亲笔签名 我已命人 将王世军 在噱头房的作业拿来了 您看一看 四弟 二哥 你也看看 是同一个人的笔迹呀 真是的 是 王世军根本就没有资格进别院 很显然 是别院的人偷出来交给他的 这个人是谁 就不用我说了吧 这王世军 这大的宴台都敢偷了去盗 那更别说 一门印章啊 对啊 这是这个道理啊 王世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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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起来说话 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世军 王世军 说话 盈 我在 疯了你 周延 周延 人正 物正俱在 你还有啥可说 还跟他有什么多说的 这等淫妇 免出无家 越快越好 拧走我 你就如愿了 来人 等等